男人拼命本想即将遭遇车祸的女友 但下一秒竟从她的身体穿了过去 汽车的速度极快 女友根本来不及反应 好在一名路人及时出现 这才避免了悲剧的发生 男人想去安慰女友 可突然发现 对方似乎看不见自己 此刻的男人才意识到 自己可能已经变成了幽灵 植木并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 没人能听见她说话 也没人能注意到她的存在 女友因为好久都联系不上植木 只好去警局报案男友失踪了 警方立案后让她回去等消息 可没多久 这位警察就在大街上遇见了植木 她刚要喊植木过来 就看到了眼前这诡异的一幕 于是赶紧装作看不见的样子 警官已经被吓傻了 本想赶紧离开这里 但植木却一直沉着她帮忙自己 因为没人能看得见她 现在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办 但警官却不想多管闲事 见她对着空气说话 路人都把她当成了神经病 驾不住植木的苦苦哀求 警官最后只好答应了下来 她先去找到植木的女友 告诉对方植木已经找到了 现在就在自己的身边 可女友看不见植木 还以为警官在开玩笑 游一很生气 愤怒地关上了房门 没有办法 为了让游一相信自己回来了 植木只好拜托警官学习厨艺 因为她本身是位厨师 因为以前最喜欢吃自己做的美食 只要警官做的味道跟她一样 那么游一一定会相信他们说的话 可惜的是 警官实在是太笨了 怎么都学不会 这让植木很着急 就这样 植木的灵魂不小心附在了警官的身上 虽然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但现在可以用她的身体进行烹饪了 植木熟练地在厨房忙碌了起来 她仔细地回想着女友最喜欢吃的东西 她还记得 第一次给女友做牛奶布丁时 错把盐里当成了白糖 导致女友一直认为布丁就是咸的 所以这次也放了很多的盐 她用警官的手机把优衣约了出来 但此时的优衣却认为 植木是不喜欢自己了才会离开的 既然已经被迫分手 警官没有必要再多管闲事 植木一时解释不清 她把辛苦做的美食端到了优衣的面前 可却在这时 从警官的身体中剥离了出来 看到眼前这桌可口的晚餐 警官瞬间明白了一切 为了帮助植木 警官还是希望优衣能尝一下 优衣吃了一口 瞬间红了眼眶 这个味道确实只有植木能做得出来 见由于已经打消了一律 植木又让警官把那份布丁端了过来 由于小心地吃了一口 曾经的回忆瞬间涌向心头 因为只有植木知道 自己吃的布丁不是甜的 眼泪瞬间夺慌而出 她缓缓抬起头 叫了一声植木的名字 但却越想越伤心 植木在她生日那天突然消失 她去找了很多地方都没能找到 他们明明那么恩爱 但植木却一声不响地离开了 现在自己看不见植木 也无法听到植木的声音 可是却能感受到对方的存在 男人想擦干女友流下的眼泪 但手指却直接穿过了对方的身体 她无法触及到任何人 女友也听不见她的声音 因为此时的男人已经变成了幽灵 植木舍不得女友 便一直守护在她的身旁 可她却忘记了自己是怎么死的 为了查清植木的死因子 女友只好找到那位警官 她出身于通灵世家 具有能与幽灵沟通的能力 植木的离去让幽灵很难过 她不想男友就这么不明不白地死了 为了查清事情的原委 警官提出去植木的家里看一看 顺便了解一下她的人际关系 可刚刚来到门口 她却不敢与幽灵一起走进房门 虽然植木的灵魂也在这里 但在外人看来她的行为属于是深夜与陌生女子共处一室 植木也不想让她与女友单独在一起 可现在的幽灵顾不了那么多了 竟直接把警官叫了进来 来到房间后 植木告诉警官余住 她变成幽灵前最后的记忆 是在自己的饭店准备食材 那天 一群中学生订了午餐 自己一直忙到了下午两点 后面的事她就不记得了 在此有意识的时候 已经是晚上九点 但也不知道是怎么回的家 因为那天是幽灵的生日 她还以为自己回来晚了 不仅的跟优衣道歉 可这时突然发现 优衣似乎看不见自己 植木失去了下午两点到九点的记忆 也就是在这七个小时内发生的意外 三人打开了植木的电脑 因为是同一个账号登录的 便自动同步了手机里的短信 而上面的第一条信息竟然写着 我在等你 出什么事了吗 看到这里植木猛然响起 她本来约了一个叫丽音的女人 接着告诉警官 学生时代 她与优衣还有丽音 共同住在同一个寄养家庭 可后来丽音不辞而别 突然失踪了 让他们的养父一直很惯念 长大以后养父也老了 所以很想再见丽音一面 这才拜托自己打探丽音的消息 她几经辗转终于联系上了丽音 可后来的事 自己已经想不起来了 鱼柱觉得 植木的死可能跟丽音有关 所以决定回警局查阅她的资料 这一查竟然发现 丽音曾有两次故意伤害的前科 另一边 由于突然接到了警局的电话 他们发现了一具男性的尸体 希望丽音能过来确认一下 来到警局后 警方把死者的物品全都拿了出来 丽音仔细查看后才发现 这些并不是植木的东西 也就是说 那具男性的尸体并不是植木 他把这个消息告诉给了鱼柱警官 但说着说着呼吸却变得有些急促 因为就在刚才 他实在是太紧张了 自己虽然知道植木已经死了 但还是无法直面他的尸体 回到家后 丽音的情绪变得很低落 他告诉鱼柱 自己现在很害怕 如果那具尸体真就是植木 他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看着并一如此伤心 植木也很心疼 他想擦干对方的眼泪 但却无法触及并一的身体 于是只好拜托一助 转达自己的话 他不想并一因为自己的离去 而变得一蹶不振 所以要好好确认 到底发生了什么 并一瞬间泪流满面 但此刻也坚定了他要查出一切的决心 安顿好幽一后 植木再次单独找到鱼柱 原来当时他把幽一担心 并没有把关于丽音的事全都说出来 当日养父曾拜托自己 把丽音的行李交还给他 而里面竟然装有五百万的现金 这笔巨款没人知道是哪里来的 所以很可能是他发现了什么 丽音为了灭口才杀了自己 丽柱打算报告上级立案调查 可却在此时收到了幽一的短信 他告诉鱼柱 自己刚刚联系上了丽音 并且马上就要见面了 男人死了 灵魂还陪在女友的身边 为了能让女友感受到自己的存在 他找到一位死了很久的幽灵请教 首先是学习如何穿墙 大叔先言试了一遍 男人跟着照做 很容易就成功了 接着大叔走到一张传单面前 用力一吹 传单竟然漂浮了起来 男人赶紧跟着试了一下 但无论怎么吹 传单就是一动不动 大叔解释说 幽灵虽然无法触碰现实中的物品 但却可以干扰空气的流向 只要亲家练习就可以了 也许是感受到了植木的努力 那天过后 幽灵的家里每晚都摆放了一只蜡烛 植木也尝试过几次 但烛火却闻死未动 就在这时 一阵微风从窗户吹了进来 烛火终于动了 虽然并不是植木吹的 但幽灵还是会感到很开心 他看不见植木 听不见对方的声音 只能用这样的方式安慰自己 自从学会了穿墙术后 植木会陪幽灵玩一些无聊的游戏 幽灵拿出一个苹果 让门外能看见植木的警官猜 这种游戏虽然看起来很无聊 但是却可以让幽灵确定植木的存在 幽灵很好奇 为什么渔柱能看见植木 渔柱解释说 他们家世代都在寺庙生活 所以家族每个人都有通灵的能力 他索性就用这个能力当了警察 此话一出瞬间点醒了植木 他很想再尝试一下附身的感觉 于是摆好自视不停的尝试 这可把渔柱吓坏了 但吓一秒 他的表情瞬间变得呆滞 由于很快就猜到是渔柱装出来的 因为植木根本不会叫自己小游 不过 渔柱刚才的行为可把植木吓坏了 他警告渔柱 千万不要冒充自己接近游异 否则就算做鬼也不会放过他的 过了几天 警局那边突然传来了消息 监控拍到了植木失踪前的画面 渔柱仔细看过后发现 监控里有个女人她曾经见过 是自己前几天招待过的顾客 那天晚上 她联系上了丽莹在饭店见面 可对方却迟迟没有露面 很可能是她觉得自己知道些什么 所以才特意乔装打扮来店里看看 只是他们快二十年没见了 自己并没有认出丽莹 这条线索让渔柱怀疑 植木的死 很可能跟这个丽莹有很大关系 随即立刻向上级报告 马上立案侦查 准备强制传唤丽莹到警局审讯 第二天 植木的母亲突然把优医约了出来 她听说儿子失踪了 现在很担心 不过她此次前来并不是为了植木 母亲告诉优医 植木的弟弟很小的时候得了罕见病 只要一只植木的骨髓给她 就能大大延长弟弟的寿命 植木很懂事 接连移植了好几次 但身体却越来越虚弱 她不想再帮弟弟了 可没想到父亲得之后 竟然打得她遍体鳞伤 植木彻底寒了心 这才选择与父母脱离了关系 后来去了一个寄养家庭长大 这些年再也没跟家里联系 而母亲今天之所以找到优医 是因为弟弟的病又复发了 需要植木的骨髓进行移植 由于从未见过这么偏心的母亲 她突然很心疼植木 于是便告诉对方 植木说不定已经死了 可母亲却说 母亲的话让优医沉默良久 她认识了植木二十年 可从未得知男友这悲惨的情理 优医明白 此时的植木一定就在自己的身边 于是对着看不见的植木说道 植木到此都没有得到父母的喜欢 这让优医无比心痛 她告诉植木 即使变成了幽灵 自己也仍然爱着她 就算全世界都把植木忘了 自己也不会忘记 由于的话让植木泣不成声 她站在那里 哭得像个孩子 另一边 警方在树林里发现了一具尸体 从身材到年龄都与植木特别相似 由于再次被叫到现场确认 可结果却令她崩溃了 男人死后化作幽灵陪在女友的身边 但他们却无法拥抱彼此 为了让女友注意到自己的存在 她用力把桌上的纸条吹了起来 可一不小心却吹出了口哨的声音 这熟悉的感觉让女友很兴奋 她赶紧找到具有通灵能力的朋友 当着对方的面让男友再试一次 男人一连吹了好几个口哨 由于都能清楚地听见 这意味着 他们能通过口哨的声音进行沟通了 二人都显得无比高兴 可就在这时 羽柱警官突然接到了警局的电话 植木的尸体终于找到了 二人迅速赶到现场 但看到自己的尸体后 植木仍然没能想起自己是怎么死 虽然早已接受了男友离去的事实 但再次看到植木冰冷的脸 由于还是会感到很伤心 她无法想象 植木死前经历的痛苦 一个人坐在那里久久不能平静 解剖的结果很快就出来了 植木是死于他杀 一把利刃扎进了她的心脏 得知这一切的优衣从悲伤变成了愤怒 到底是谁会对植木痛下杀手 又为何会如此残忍 植木看着崩溃的优衣 心里无底的心疼 她想给予优衣一个拥抱 但双手却穿过了优衣的身体 接下来的几天 优衣的情绪一直都很低落 天气有些凉了 但是却没有人可以温暖她的手 优衣独自走在寒冷的街上 想起曾经的过往 不禁山然了一下 她蹲在那里哭了好久 可就在这时 耳旁再次响起了口哨声 优衣明白植木就在自己的身边 她的口哨依旧吹得那么难听 看到自己流泪 植木一定很难过吧 想到这里 优衣还是擦干了泪水 她决定出去走走放松一下心情 第二天 优衣回到了曾与植木共同的家 因为二人都是被收养的 所以曾在这里一起生活好几年 优衣突然发现 桌上摆着一盆紫罗兰 而昨天她在认领植木尸体的时候 在植木的遗物中 也有一只一模一样的紫罗兰 也就是说植木死前曾经来过这里 并且很有可能 这里才是案发的第一现场 可就在这时 植木无意间看到了桌上的剪刀 下一秒她突然感到胸口一阵剧痛 瞬间摊倒在地上 她痛苦地喊着优衣的名字 可对方根本听不到自己的声音 过了好久 那种疼痛的感觉才渐渐消失 有了这条线索 警方很快开始了侦查 他们在那里发现了植木的血迹 还有被焚烧的地毯 而凶器 正是那把剪刀 可惜的是 植木还是什么都没能想起来 除了优衣以外 还有几个曾经被收养的孩子 一个是警方正在寻找的丽莹 另一个 则是与植木合伙该餐厅的营界 他们合作了很多连衣 这很愉快 所以最大的嫌疑人只能是丽莹 宇柱把这个消息告诉给了优衣 让她一定要注意安全 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丽莹会杀害植木 但作为植木最亲近的人 丽莹很可能会连优衣一起解决掉 可就在这天晚上 优衣刚要关闭店门 丽莹竟然直接找了过来 她一把掐住优衣的脖子 狠狠地按在了墙上 这是一场跨越生死的爱恋 男友的灵魂终于现身在爱人的眼前 可惜才刚刚见面 她的灵魂就变成了粒子 逐渐在空气中消散 就在几天前 优衣突然遭到了攻击 多连未见的好友 狠狠把她摔在了地上 便警告她不要多管闲事 丽莹料下话后迅速逃离了这里 不过却让优衣想起了曾经的往事 二十年前 她与丽莹被收养在同一个家庭里 二人的关系很好 只是丽莹是个问题少女 常与一些事会先散人员来往 就在这天 她接到了一个电话后 让游一先回家 优衣想跟她一起去 但丽莹确意反常态地说了一句 游一眼睁睁地看着丽莹上了一辆车 并且车上除了一个男人 还有好几个女孩 那天过后丽莹就消失了 他们便再无联系 优衣把这件事告诉给了余住警官 她猜测丽莹可能是在保护游一 因为植木在丽莹二十年前的行李中 发现了五百万现金 而丽莹恰好也是在那时离开寄养家庭的 一个涉事未深的少女能拥有这么一笔钱 而她又上了一个陌生男人的车 可想而知当时的她 一定是做了某种见不得光的交易 但她把游一当朋友 不想游一跟自己一样堕落 所以才会说不要跟着自己 而二十年后她再次出现 并说了同样的话 大概率是不希望由一卷到危险之中 也就是说 如果游一再继续调查植木的死 很可能会因此丧命 可此时的游一却并不想放弃 当天晚上 她突然接到了丽莹的电话 优一想与丽莹见面聊聊 对方纠结了很久终于同意了 可没想到 第二天警方就在一辆车里 发现了烧炭自禁的丽莹 丽莹随即被送往医院开始抢救 虽然保住了性命 但却陷入了重度昏迷 由于赶到这里看望 没想到竟然在医院碰到了殷介 二人随后来到一家咖啡厅 殷介也说明了来意 原来 殷介曾是他们这个寄养家庭的帮工 负责照顾被收养的孩子日常生活 所以植木长大后才会与他成为合作伙伴 一起开了一家餐厅 她听说丽莹出了意外 便想来医院看看 就在这时 殷介突然说 在他们那个寄养的家里 还有一些植木的东西 由于没有多想 便跟着殷介一起回到了那间老宅 二人聊起了曾经的过往 殷介表示 他很庆幸能与植木成为合作伙伴 虽然餐厅开不下去了 但现在也有了新的视野 曾经的自己一世无成就是个混混 是在这个寄养家庭里 找到了活着的意义 所以往后的日子他要往前看 如果可以 他想开一家儿童收容所 继续为那些无家可归的孩子们服务 殷介突然失去了理智 他掏出一把螺丝刀 渐渐逼近了优衣 优衣很害怕 于是偷偷打开了手机 拨通了余住的电话 二人察觉到不对劲 迅速驱车赶了过去 迎接终于向尤以坦白了一切 植木竟然是他杀的 原来案发那天 植木确实找到了丽莹 并且把那五百万还给了对方 不过他很好奇 二十年前的他究竟哪里来的这么多钱 丽莹也没有隐瞒便告诉植木 那时的他交友不慎 被骗去做了疯俗女 那里戒备森严不听话就会被毒打 后来相继有两个女孩被打死了 犯罪组织担心事情败露 便给了他们一笔疯口费 结散了所有的成员 这五百万就是那时留下的 但他此次前来并不是为了拿回这笔钱 而是经说植木与殷介合伙开了餐厅 希望植木离他远一点 因为殷介就是那个组织的成员 他利用帮工的身份哄骗了不少女孩 也是组织的打手 其中有个被害者 就是死于他之手 有知这一切植木感到很愤怒 当晚他便找到了殷介 质问对方丽莹所说是不是真的 殷介最终承认了这一切 不过他却表示 当年自己确实干了很多坏事 但组织解散后就金盆洗手了 现在所有的一切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 毕竟过去了二十年 没有人会追究 植木觉得 这么做对那些被害者很不公平 因为那些女孩都跟自己一样 大部分是被父母抛弃的可怜人 所以希望殷介能够自首 可就在这时 殷介突然拿起一旁的剪刀 狠狠地刺向了植木 二人随后扭打在一起 最后 殷介还是把剪刀插进了他的心脏 临死前 植木满脑子都是优衣的身影 因为今天是优衣的生日 他本来是打算求婚的 而殷介为了灭扣 把丽莹绑走后伪造了自杀的假象 可没想到对方竟然没死 所以才去了医院 司机再次动手 这才会遇到优衣 他担心优衣也知道些什么 所以今天也要把优衣解决掉 千军一发之际 一道电光迅速飞来 植木瞬间出现在阴界的面前 就这样 优衣终于得救了 可此时的植木却显得很虚弱 语助解释说 幽灵本身就是一种磁场 植木刚刚用尽了所有的能量 这才引来了雷电救下了优衣 现在的他马上就要消失了 就在这时 优衣终于能看到植木了 但现在的他已经化成了粒子 渐渐的消失在了眼前 优衣悲痛欲绝 他无法接受植木的离去 因为他们还没有好好告别 可他怎么都没想到 第二天竟然在自己的家里 再次见到了植木 并且还能够触碰到他的身体 植木解释说 也许是自己的心愿未了 尚餐给了他24小时的时间 今天的自己就跟活着的人是一样的 有一激动贵意 虽然心有不舍 但他明白 这是他们的最后一次相聚 就这样 二人先去找到了余助 感谢他这么久以来的帮助 看到植木终于回到优衣的身边 余助也很欣慰 觉得他们像从前一样来了一次约会 去了很多曾经常去的地方 可惜的是 24小时的时间实在是太短了 这一晚注定无眠 二人坐在海边 聊着曾经的往事 一直说到了天亮 当太阳再次升起时 也到了好好告别的时刻 但纵有千言万语 最终却变成了一句话 植木一遍遍地说着我爱你 最后还是消失了 这个海边只剩下了游异 但此刻的他终于是人了 虽然以后的日子里 再也没有植木 但他坚信 自己百年之后 并会在天国与植木相聚 我肯定在几百年前就说过爱你 只是你忘了我也没记起